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这种文学气氛浓厚的家庭里 父亲是有名望的哲学家 兄妹诗人中他最小 哥哥姐姐们有的是诗人 有的是戏剧家 有的是小说家 在这种文学气氛浓厚的家庭里 泰戈尔从小就受到了文学的熏陶 泰戈尔小的时候 父母常把他交给仆人照顾 仆人很贪玩 他嫌带泰戈尔行动不方便 就想了个主意 他让泰戈尔坐在靠窗的椅子上 然后围着椅子画个大圆圈 让泰戈尔老老实实地待在圈子里别出来 仆人高高兴兴地跑出去玩了 小泰戈尔坐在椅子上 一动也不敢动 窗外不断传来知料和小鸟的叫声 小泰戈尔有点坐不住了 他慢慢地把椅子移到窗前 趴在窗台上向外看 立刻被窗外的景色吸引住了 那儿是他家的后花园 园中有许多高大的树 有五颜六色的花 还有一个池塘 水面上有一群鸭子在玩耍 泰戈尔看着窗外刚被雨水淋过的树呀 花呀 忽然来了灵感 他拿起笔写道 春天的雨 稀稀粒粒地落下 落在芭蕉叶上 芭蕉叶轻轻地颤动 好像有无数珍珠在上面闪光 这是泰戈尔第一次写诗 大人们看后都鼓励他 说他写得好 从此他就爱上了写诗 泰戈尔十八岁时出版了一本诗集 桑迪亚桑吉特 诗集出版后立即受到青年人的欢迎 印度著名小说家雀托薄西亚也给了他很大支持 一天 泰戈尔去参加一个结婚宴会 参加宴会的有许多名人 当宴会进行到高潮时 主人把一个象征荣誉和纯洁的花环献给了 雀托薄西亚先生 以表达对印度最伟大的作家的敬意 雀托薄西亚却站了起来 从脖子上摘下花环 笑咪咪咪的走到泰戈尔身边 把花环套在这个一点名气也没有的青年人的脖子上 泰戈尔立刻呆住了 客人们也感到惊讶 雀托薄西亚挽着泰戈尔不慌不忙地对大家说 这个年轻人出了本诗集 桑迪亚桑吉特 不知各位读过没有 这些诗写得好极了 因此 今天我要把这个花环送给我们印度诗坛上出现的这颗新星 大家一下子对泰戈尔刮目相看了 泰戈尔激动地流下了热泪 同时他觉得很惭愧 安安下决心创作出更多更好的诗歌来 泰戈尔的名气渐渐大了 可他还是感到很痛苦 因为他经常看到穷人的生活很悲惨 深感应度社会制度不合理 必须改造 他认为要改造社会首先要从教育做起 培养有道德 有修养的文明人 于是他创办了一所新式小学 泰戈尔对孩子非常亲切 平等 从不摆校长的架子 一天 几个孩子悄悄走进他的房间 看到他摇头晃脑地在写诗 一个孩子忍不住大声笑道 老师 你简直像一个疯子 泰戈尔回头看到他们也笑了 说 是啊 我的孩子 诗人是比疯子更疯的人啊 泰戈尔的小学办得很成功 受此启发 他又创办了一所国际大学 这所大学的学生来自世界各地 学校成了东西方文化交流的中心 泰戈尔于1941年去世 他的诗歌和文章却一直流传至今 并将继续流传下去 成为世界文学宝库中一朵永远芬芳的花 翻译 泰戈尔的故事 泰戈尔是印度的伟大诗人 他1861年出生在印度的一个贵族家庭里 父亲是有名望的哲学家 兄妹诗人中他最小 哥哥姐姐们有的是诗人 有的是戏剧家 有的是小说家 在这种文学气氛浓厚的家庭里 泰戈尔从小就受到了文学的熏陶 泰戈尔小的时候 父母常把他交给仆人照顾 仆人很贪玩 他嫌带泰戈尔行动不方便 就想了个主意 他让泰戈尔坐在靠窗的椅子上 然后围着椅子画个大圆圈 让泰戈尔老老实实地待在圈子里别出来 仆人高高兴兴地跑出去玩了 小泰戈尔坐在椅子上 一动也不敢动 窗外不断传来 知了和小鸟的叫声 小泰戈尔有点坐不住了 他慢慢地把椅子移到窗前 趴在窗台上向外看 立刻被窗外的景色吸引住了 那儿是他家的后花园 园中有许多高大的树 有五颜六色的花 还有一个池塘 水面上有一群鸭子在玩耍 泰戈尔看着窗外 刚被雨水淋过的树呀 花呀 忽然来了灵感 他拿起笔写道 春天的雨 稀稀粒粒地落下 落在芭蕉叶上 芭蕉叶轻轻地颤动 好像有无数珍珠 在上面闪光 这是泰戈尔第一次写诗 大人们看后都鼓励他 说他写得好 从此 他就爱上了写诗 泰戈尔十八岁时 出版了一本诗集 桑迪亚桑吉特 诗集出版后 立即受到青年人的欢迎 印度著名小说家 雀托伯西亚 也给了他很大支持 一天 泰戈尔去参加一个结婚宴会 参加宴会的有许多名人 当宴会进行到高潮时 主人把一个象征荣誉和纯洁的花环 献给了雀托伯西亚先生 以表达对印度最伟大的作家的敬意 雀托伯西亚却站了起来 从脖子上摘下花环 笑眯眯眯的走到泰戈尔身边 把花环套在这个一点名气也没有的青年人的脖子上 泰戈尔立刻呆住了 客人们也感到惊讶 雀托伯西亚挽着泰戈尔 不慌不忙地对大家说 这个年轻人出了本诗集 桑迪亚桑吉特 不知各位读过没有 这些诗写得好极了 因此 今天我要把这个花环送给我们印度诗坛上出现的这颗新星 大家一下子对泰戈尔刮目相看了 泰戈尔激动地流下了热泪 同时他觉得很惭愧 安安下决心创作出更多更好的诗歌来 泰戈尔的名气渐渐大了 可他还是感到很痛苦 因为他经常看到穷人的生活很悲惨 深感印度社会制度不合理 必须改造 首先要从教育做起 培养有道德有修养的文明人 于是他创办了一所新式小学 泰戈尔对孩子非常亲切 平等 从不摆校长的架子 一天 几个孩子悄悄走进他的房间 看到他摇头晃脑地在写诗 一个孩子忍不住大声笑道 老师 你简直像一个疯子 泰戈尔回头看到他们也笑了 说 是啊我的孩子 诗人是比疯子更疯的人啊 泰戈尔的小学办得很成功 受此启发 他又创办了一所国际大学 这所大学的学生来自世界各地 学校成了东西方文化交流的中心 泰戈尔于1941年去世 他的诗歌和文章却一直流传至今 并将继续流传下去 成为世界文学宝库中 一朵永远芬芳的花 生字 生字 仆 扑无仆 扑无仆 仆人 主仆 贪 特安贪 特安贪 贪婪 贪睡 贪心 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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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家里 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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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趴 坡阿趴 坡阿趴 趴下 趴倒 壓 鴨子 鴨蛋 野鴨 烤鴨 嬌 雞 凹嬌 雞 凹嬌 花椒 香椒 颤 吃暗颤 吃暗颤 顫抖 顫動 顫勇 咪 摸一咪 摸一咪 笑咪咪 咪眼睛 咪一会儿 晚 乌安晚 乌安晚 晚回 晚留 晚救 咪 柯安檀 柯安檀 诗檀 文檀 论檀 花檀 檀子 咪 乌安 乌安 惨 慘 愧 慘 愧 自殘 自殘 行慧 疯 夫恩 疯 疯 夫恩 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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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芬芳 芳 芳 芳芳 芳芳 芬芳 芳香 芳草 芳菱 词语 气氛 气氛 老师 老师 鼓励 鼓励 高潮 高潮 纯洁 纯洁 惭愧 惭愧 合理 合理 平等 平等 对话 情境对话 芳芳 芳芳 好久没来书店了 今天你可以看个够 还可以买几本书 谢谢爸爸 芳芳 你想看什么书 你想看童话故事 还想看小学生学习方面的书 对了爸爸 我还想买一本泰戈尔的诗集 泰戈尔 你知道泰戈尔 是呀 我们刚学了泰戈尔的故事 我知道 他是印度的一位著名诗人 你知道的还真不少呢 那当然 爸爸 泰戈尔小时候看着窗外的雨 芭蕉叶就写出了诗 他十八岁就出版了一本诗集 真不简单 有一次他去参加婚礼 在婚礼上 印度一位伟大的作家赞扬了他 泰戈尔对自己就更有信心了 我知道泰戈尔创办了一所国际大学 学校的学生来自世界各地 对 我们课本里也做了介绍 芳芳 你还知道泰戈尔的哪些情况 别的我不太清楚 1913年 他还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 是吗 泰戈尔真了不起